非法外劳重置计划2.0将在这个月底结束 不再延长 却让犯罪集团看准了行骗的机会 向外劳谎称 只要花钱就可以帮忙更新工作准证 但是诈骗手法还是逃不过移民局的火眼金睛 一局倒破了大本营 逮捕一对外籍夫妻档协助调查 罗佛移民局接获民众的举报后 昨天凌晨1点15分 突击巴西古当移动廉价组屋 在这对夫妻的住处 起获13本孟加拉和印度护照 以及将近35000令吉的现金 初步调查这对夫妻下手的对象 大多是孟加拉外劳 手续费要价2500令吉到3000令吉不等 当局还在调查这些护照是真是假 37岁的印尼妇女在1959、1963年移民法令 第6-1之锡非法入境条文下落网 至于44岁的孟加拉男子 则是在非法收留外劳 以及非法持有他人护照的条文下 接受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